记者颜红俊章话报道,章话谢赖先生响应捐税活动,经历六年的配对,终于找到适合的受赠者,他又惊又喜,日前到原林市会来医疗社团法人红颜医院抽血检验,今天回院确认可以捐赠,开始注射白血球生长激素。 赖先生说,知道配对成功,他高兴到睡不住,因为自己可以救人一命,想到这里就兴奋不已。 现年27岁的赖先生说,六年前当兵时,听说辞济捐税活动,抱持做善事的想法参加,后来没下文,也就淡忘这件事,一周前接到配对成功的通知,他惊讶不已,万分之一的成功率居然发生了。 没想到六年前种下的善根默默发芽,他19日将在到花莲慈济医院抽取周边血肝细胞,准备捐赠给适合接受已职的病人。 红人医院长郭显茂说,捐税先抽血剑档,把个人的人类白血球抗原配型,HLA,登记在慈济骨髓肝细胞中的造血肝细胞志愿捐赠者资料库,经配对成功,才能进入最后的捐赠阶段。 过去因错误的捐税资讯,让不少人果足不前。 郭显茂说,医师会根据受赠病人的医疗需求,决定移植骨髓肝细胞或周边血肝细胞。 捐赠骨髓肝细胞者,是被抽取骨盆后面长骨出的部分骨髓肝细胞,并非抽取脊髓液。 如果捐赠周边血肝细胞,跟抽骨髓肝细胞更是毫不相干,请民众不必担心或害怕。 我 mountains再来发烦é周边血肝细胞小八过筐。 这么多年